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再來看美國這個動作 是不是劍指中國跟俄羅斯 因為現在美國高規格來接待 所謂的肯亞的總統魯托 他就甚至用紅地毯 在23號的時候 來迎接來到訪的肯亞總統魯托 地毯鋪得非常紅 非常長 還有另外包括白宮的草坪 也舉行的所謂的盛大的國禮 來歡迎大家 歡迎肯亞的總統魯托 拜登就說了 他說肯亞跟美國幾乎沒有什麼挑戰 不能共同面對對應的改善 那兩人不但在橢圓形的辦公室 展開近距離的會談 還包括像是在共同在白宮 一起散步聊天 我們先看一下這段畫面 這段畫面就是拜登身材 舉起酒杯來進肯亞 去肯亞 去我們的客人 享受你的晚餐 現場多達了500名的貴賓 出席這個國宴 包括像是歐巴馬 還有柯林頓夫婦 都成為座上的兵的陪客 美國跟肯亞也發出了共同願景 喊出希望債權國 為債務國減免債務負擔 肯亞最大的債權國 就是大陸 見值北京的意味非常濃厚 拜登在會見肯亞總統 深化彼此合作 要來抗亨大陸 還有俄羅斯在非洲的影響力 在魯托三天的國事訪問的期間 還宣布要把肯亞 列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的盟友 加強彼此安全合作 肯亞也將成為首獲 美國主要非北約的盟友的非洲國家 未來就能夠獲得與北約成員國 類似的軍事還有財政優勢 目前已經有18個國 被美國列為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包括像 包括烏克蘭還有儘管沒有正式成為 安全政治條例 但美國能加強這些國家的軍事 還有外交關係 再來看到是不是拜登不想停戰 北約做表面功夫嗎 現在有消息人士稱 普京希望以當目前的戰火 來做戰火停火的情形 西方不回應的話就繼續打 路透社報導 現在有四名的消息人士 有三人熟悉普京核心圈的討論內容 消息人士說 俄軍近日在烏克蘭的東北部推進 普京認為這場戰爭要打多久都可以 但他認為準備好要凍結 現在所有交戰前線的烏方來談判停火 消息人士也指出 只要哲倫斯基還在掌權 就不會有任何協議 除非俄羅斯繞過烏克蘭 直接找美國談 美國怎麼回應 美國說現階段並不認為普京有興趣 跟烏克蘭締結和平 現在防範俄羅斯北約六國也有同意 共組所謂的無人機牆 立陶宛就指出 立陶宛現在與其他五個 俄羅斯臨近的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國 已經共同願意共組無人機牆 來保衛邊境 免受挑釁 北約的秘書長他們是怎麼講 北約的秘書長他就說 我們向烏克蘭提出培訓武器彈藥 但北約並不打算要派 向烏克蘭派兵 另外一方面包括了匈牙利 匈牙利的態度也是說 匈牙利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想辦法 既保持跟北約成員國的身分 又不想參與北約領土以外的行動 看得出來是相當保留的 另一個部分看到 是不是拜登要面子 那哲倫斯基要什麼 是不是要錢 現在俄羅斯的國防部說 俄軍一週內展開對烏克蘭的軍事攻擊 進行了49次的打擊 俄羅斯的軍隊狂攻猛攻 哈爾科夫的鐵路系統 無父母陪同的孤兒跟兒童趕緊撤離 現在包括了俄羅斯夜襲 哈爾科夫的軌道跟鐵路旁的車輛 因為當局包括俄軍 新一波的強大攻勢 準備撤離當地的兒童 那哲倫斯基怎麼講 哲倫斯基現在說 烏軍獲得哈爾科夫的作戰區域控制 看起來好像沒有這回事的感覺 那哲倫斯基是說 在烏克蘭第二大城市 哈爾科夫舉行軍事跟地區的官員 會議之後發表這樣的論述 但這樣說法就跟我們剛剛講的 跟俄羅斯官員講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俄羅斯的官員怎麼說 他們說他們控制了沃爾斯克鎮 一半以上的領土 那沃爾斯克鎮距離這樣邊境 只有五公里的距離 看起來非常的近 烏克蘭的參謀總部 在報告中顯示 這個這樣的情勢非常緊張 而且是由國防軍來控制 我們剛剛講到 哲倫斯基希望有更多的金錢 外援來援助 西方現在打算用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 來禁援烏克蘭 知情人士就指出了 哲倫斯基將出席 六月的七國集團領導人會議 他正在敦促盟友所提出能夠打擊 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而且更遠程的武器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 現在有兩名美國官員表示 拜登本週將會宣布 再對烏克蘭追加2.75億美元 大約是台幣90億元的軍事援助 話回來 先請你叫一下賓哥 賓哥你怎麼看 這個美國用非常高的規格 來接待肯亞總統 這是不是有尋外之音 很明顯就是 他希望抬高跟肯亞之間的關係 然後更重要就是要 希望能夠把肯亞拉攏過來 然後讓他成為美國的夥伴 而不是大陸的夥伴 對 因為肯亞的最大貿易夥伴 就是大陸 他最大的外在債主也是大陸 因為他每年有五分之一的進口 的商品都是來自於大陸 其實這在肯亞內部 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像去年就已經有一些 肯亞當地的商家反彈 認為說希望大陸人離開 不要在這邊跟他們競爭 所以肯亞跟大陸中間 是有一些矛盾 所以去年歐盟就去 歐盟去跟他結盟 今年接換美國來 所以美國跟歐盟 都在極力拉攏肯亞 希望他們能夠離大陸遠一點 對 但是我是覺得 你靠請吃個飯 就想要讓人家 離開大陸恐怕也不是這麼容易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最大的債主就是大陸 大陸 大陸還在幫他建鐵路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覺得他能夠輕易 從大陸這邊離開嗎 恐怕也是很難 更好笑的就是 美國在那邊喊話說 希望這些債權國 對這些債務國放鬆 要減免他們利息還款 是怎樣 你叫大陸 然後去減少他的利息 然後面子做給你 這個也怪怪的 你覺得大陸會幹這種傻事嗎 我是覺得美國會不會想得太天真 所以當然美國在做 這一方面的嘗試 那是不是會有效果 我覺得這恐怕看 美國能夠持續多久 也就是對肯亞來說 當然美國願意對他示好 他當然歡迎 對 如果能夠美國給他更多利益 那當然更好 可是問題是美國能夠持續給多久 而且美國每一次付出 都會有一個附帶條件什麼 因為美國喜歡干預 人家的內政 到時候 美國的手會不會又伸進去 就指著人家這個地方做得不好 那個地方做得不好 指手畫腳對不對 對 這就是很多國家 為什麼一開始跟美國合作 後來又漸行漸遠的原因 因為美國人實在 太愛干預別國的事務 那就看美國會怎麼做 當然俄羅斯跟烏克蘭 現在情況看起來 對烏克蘭是非常不利 所以對普丁來講他無所謂 對 反正我現在是公事 你要我停也可以 那就是我現在公到的所有地方 都算我 可是這個東西 烏克蘭不可能會接受 所以普丁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早就已經不把 折倫斯基當對手了 他已經說了他不跟他談了 所以現在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 在對北約放話 你北約要不要跟我談 你美國要不要跟我談 這是我們來決定的 根本不用烏克蘭決定 因為其實北約要談也很簡單 只要他們對烏克蘭停止 供應軍務 烏克蘭就沒責了 連打都沒辦法打 他們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已經離譜到 他兵源短缺到什麼 連他戰略司令部的兵 他說要縮減百分之五十 把這些人員 全部送到戰場上去 你就知道他的兵源多匱乏 所以烏克蘭幾乎到 三窮水盡的地步 如果再沒有北約的支撐 烏克蘭幾乎就是完蛋 可是折倫斯基 現在還在幻想 北約會提供他武器 去直接打俄羅斯本土 你覺得會有這種事情出現嗎 折倫斯基會不會想得太天真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場戰爭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更多的 烏克蘭犧牲 我覺得有的時候 屈辱總比整個國家的人 都喪命好 有的時候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所以是不是有人該出面來 趕快速成和平 我覺得這個對大家都好 來 請教李教授 對 我覺得是 因為整體來看 因為目前來說 烏克蘭是不只是在原來的東邊 面臨到俄羅斯很多的攻勢 是從一月份開始 對 開始慢慢攻城掠地 俄軍是掌握 比較多的戰場主動性 那在過去兩個多禮拜 我們可以看到 在東北部的哈爾科夫 也面臨到很大壓力 因為我們回顧一下 在2022年2月 俄烏戰爭發動之後 俄羅斯開始侵略之後 其實哈爾科夫在 第一段時間裡面就陷弱的 但在2022年9月份的時候 烏克蘭發動反攻 多會把俄羅斯的軍隊 把他驅逐 但是沒有想到 這兩個多禮拜的 哈爾科夫的攻勢 是超乎預期 一開始大家會判斷說 這是不是一個洋攻 在做牽制 但當俄羅斯的軍隊 集結大概3到5萬人的兵力 去攻擊哈爾科夫邊境 比如說沃夫桑斯克的時候 大家覺得可能這壓力是真的 因為沃夫桑斯克 距離俄羅斯邊境很近 距離哈爾科夫州的首府 哈爾科夫市 也大概就四五十公里 所以這個就是未來 大家的比較 這個把重兵集結的地方 但我覺得主要還是突顯 烏克蘭目前是屬於被動 兵源不足 就像剛才所提到 而且是彈藥不足 所以這是為什麼 一個多禮拜之前 布林肯去了基輔之後 當時他就講說 我們扣押的俄羅斯的資產 凍結這些資產 會拿來給烏克蘭使用 四月份的時候 美國才剛通過 610億美金的烏克蘭補充方案 但是這個方案 到底錢能很快進去 大家打個問號 第二個就是 就像剛剛已經有提到 前陣子一直傳出來說 美國拜登政府內部在做討論 是不是要放寬 美國的一些底線 我們知道 從戰爭爆發之前到現在 美國跟北約底線兩條 第一條是美國跟北約的士兵 不直接參戰 對 不直接參戰 但其他的周邊的間接 能給都給了 第二個是 美國援助烏克蘭的軍事裝備 是有個限制是 你不能拿來 對付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但是如果是烏克蘭自己的 比如說前年 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用無人機 去攻擊俄羅斯境內的機場 對 戰略轟炸機 那跟美國無關 但是美國比如說援助烏克蘭 海馬斯裡面配置 戰術飛彈系統 還有長程的精準火箭打擊 他的射程 以及他的標的 美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放寬 但重點是什麼 當有越來越多類似的討論 代表什麼 我覺得代表反映出 目前在烏克蘭戰場上 是比較處於不利的位置 否則不會有這些討論出來 那我覺得這就是大家 目前比較擔憂的地方 好 請教呂建長 拜登果然是在參議院 外交委員會待了非常久 所以他知道每個國家喜歡什麼 所以剛剛主持人有講到 對於肯亞的總統 長長的紅地毯 國事會議 然後舉行國宴 大家看起來 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而且他還提出了非常多的誘因 但是我們來看這就是長長的紅地毯 然後兩國的 這是拜登總統 以及肯亞的總統 然後以及他們兩國的第一夫人 難道只有這一次嗎 其實不是 川普以前也有 可是川普不是國事會議 但是川普也有邀請肯亞總統到訪 但是肯亞真的就這麼容易被動搖嗎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其實拜登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果然知道很多國家需要什麼 他又開了很多的支票 怎麼說 他說要讓肯亞成為沙拉沙漠以南的 唯一第一個叫做主要非北約盟國 然後他說要開啟技術合作的新時代 這個新時代又講什麼 網路安全 人工智慧 捷徑能源 還有半導體 什麼都有 我們想一想 這一個我們講到這個主要非北約的盟友 這句話大家聽起來很耳熟 為什麼 還記得嗎 當初說要提供我們台灣link22的時候 是不是也這樣說我們台灣 而且說是準非北約的盟友 準是什麼意思 準就是你不是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他又用這種條件胡蘿蔔來引誘肯亞 但是有沒有用 其實我們可以繼續的觀察 另外我們講說在北約六國 統一建築這個無人機牆 這個無人機牆真的這麼有用嗎 你當每一個國家都是以色列嗎 以色列可是有鐵窮的 他不單有鐵窮 他還有鐵樹 鐵樹就是R&B 他是用雷射打無人機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 當初伊朗攻擊以色列的時候 為什麼他幾乎所有的無人機都可以 第一時間全部攔下來 是有原因的 那我們來看到 最近在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加薩的浮動馬頭 終於他可以航運了 可是美國也是很擔心 美國擔心什麼 他把所謂的暗制的 方針經過武器系統 他也放在這個馬頭旁邊 為什麼他也擔心 他好不容易建起來這個馬頭 會被無人機攻擊 所以無人機現在是一個